传统音乐北馆南馆《遇上现代舞》 在舞台上激荡出新的表演火花 台北势力交响乐团代表作《灯影》 将在8月30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上演 由资深作曲家潘黄龙 以及南北馆音乐创作《大灯队》 与编舞家蔡博晨合作 意识长作、纸伞、灯笼、书本等元素 搬上舞台 古典又带有创新 是一场跨世代的精彩演出 北馆的热闹中融合了南馆的细腻 让曲目时而热闹庄严 时而细腻典雅 而随着乐章的铺陈变化 与舞者的身体律动对话 编舞家蔡博晨是以中国灯笼、直伞等东方意象 以现代舞蹈创作 而这是台北势力交响乐团的代表作 《灯影》的片段 因为现代舞跟现代音乐 结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制作 北市交我们每一年在台北市音乐季的开季 总是会带来一些跨出古典音乐的制作 它是算是音乐剧场 像我们在前年 我们在台北市的捷运机场 也特别做了一个跨界的演出 那去年我们做了音乐剧 那今年我们就特别把这个舞蹈剧场 搬上国家歌剧院在这边来做一个演出 那其实直伞它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 因为它跟灯笼的话是牵引着整个舞座的架构跟概念 所以其实里面都有一个像是百度人的这种概念 就是有一个人一直撑着一个伞 然后去引述一个故事的发生 后来这个概念结束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人拿着灯笼 所以是希望可以他们借用不同的元素 然后去带出音乐 然后去带出舞蹈的开端跟结尾 这一出结合交响乐 现代舞的歌舞剧 由资深作曲家潘黄龙谱曲大灯队 六名舞者要与70人交响乐团一起来表演 来颠覆音乐剧舞台 而义式长桌 纸伞 灯笼 书本等元素 也都搬上了舞台 成了舞者的道具 古典中也充满创新 是一场跨世代的精彩演出 作曲家是潘黄龙老师 他的作品大灯队 在去年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50周年庆的时候委托他的创作 而指挥也特别邀请到年轻在欧洲 得到备赏中指挥大奖的吴耀宇 来担任指挥 所以这一次的三位作曲家 指挥家 编舞家 他们都曾经在欧洲得过大奖 而且都是我们在国际上 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听完之后我也很敬佩潘老师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把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放上舞台上 所以我们在装置上 我们用了很大量的灯笼 去形容他是一个音符 然后照耀着我们的舞者 打出来的影子 然后这样子舞动的感觉 就是他的音乐的调性 跟他的旋律 这一出歌舞剧 8月30号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 大剧院登场 让中部民众也能欣赏到 听觉及视觉双重赏见的歌舞剧 转点交话台中 采访到 一个重力学 好 大она